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通过节食的方法 然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我们的基础代谢 是由非常多的因素去决定的 比如说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年龄 我们的性别 我们身体的肌肉和脂肪比例 还有我们身形体型的大小 这些都会决定我们的基础代谢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减肥之后 出现基础代谢降低的情况 一般是由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就是当你整个身体变小 身材变瘦的时候 你的身体自然而然 不需要那么多的热量 去维持它的正常运转 我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夏天在家里开空调 如果说你的房间很小的话 其实你的空调 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电 就可以把这个室内的温度降低下来 但如果说你这个房间很大的话 可能就需要耗费非常非常多的电量 然后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也是很多女生担心的 就是说由于你节食 或者是由于你减肥过于快速 导致身体分解了很多的肌肉 从而影响我们的基础代谢 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要节食 然后也不要追求快速减肥 大家千万不要心急 关于如何知道你自己的基础代谢 你可以用一些测量的设备 比如说像体脂秤啊等等 然后我想在接下来几天也做一个视频来教大家如何去看体脂秤上面的各项数据 然后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 然后另外我之前也有一期视频 然后我在那个视频里面有讲过一个计算公式 然后大家可以用那个公式去计算一下自己的技术代谢 但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这些计算出来的基础代谢都不是完完全全精确的 一般来说一个成年的女性的基础代谢可能在1200到1400大概左右 然后一个成年的男性的基础代谢可能在1500到1600大概左右 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即使你的基础代谢比这个数值低 也不代表你的基础代谢不正常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其实都不一样 同时即使你的基础代谢没有那么高 其实对我们的减脂效率的影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用对方吧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些方法去增加你自己的基础代谢的话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科普了 然后希望这个科普对大家有帮助或者是缓解一些你的焦虑感 然后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三餐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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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另外